大考中心举行的高中英语听力测验将在礼拜六就要登场了 但是随着新课纲上路 111年的音听测验也将会跟着改变 为了要配合新课纲强调解决生活情境问题的素养能力 因此在未来会加入长篇听解题目 不但整个音档有长达三分钟 在里头的困难单字也会跟着增加 不过这却让学者看了担心 这样会不会不利于偏乡或是资源不足的学生呢 而对此有英文老师表示 英文听力测验而且能力 这并不是短时间就可以培养 可以透过多听英文杂志来加强 课堂上学生埋头写考卷 最高品质静悄悄 大考中心每年10月跟12月 会举行高中英语听力测验 随着新课刚上路 从111年开始音听测验也会联动变革 三分钟的话学生要更专心 而且有耐心的把它听完 才能够回答之后的问题 长篇的题目里面有一些单字比较难 过去的音听考试分成看图变 研议对答简短对话 与短文听解四大提醒 配合新课刚强调要培养 解决生活情境问题的素养能力 因此未来会加入长篇听解题目 来看看大考中心公布的最新提醒 光是文稿就写满整页算算整段录音有将近三分钟 注意力得更集中学生怎么看 如果遇到像多一种大考 那如果能长期累积长篇阅读能力 那未来在衔接上会更有帮助 对听力不太好就是这样 或者没有太大的兴趣 他们就会觉得说很长 有人认为新式素养题没什么不好 平时也会自行看杂志加强 但对于偏向资源比较不足的学生 这样的音听素养题是否会大不利 也许偏向的孩子他没有补习 或资源比较不足可以利用听杂志 老师给出建议认为听力 其实需要自行练习 学生若是担忧 可以多听杂志CD加强音听能力 只是这样的改革成效 能否不分成乡差距反映在学生能力上 恐怕还有待观察 江沈正玉黄明胜台北常常报道 江沈正玉黄明胜